什么什么,柳仙儿来自于迷蒙蛙族,她其实是一只青蛙,在评论区中打出793,你将会看出其中的真相,不信可以试一下。 众所周知,柳仙儿的简介中写了这样一句话,月中起舞的小仙女,传闻只有幸运的人才能看到,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官方大大,更新出了一张图片, 你们看,这是柳仙儿的新换装皮肤,名字叫姚月仙子,但是小伙伴们,你们知道吗,柳仙儿穿上姚月仙子,她居然出现在了迷蒙蛙族,你们看这里居然有荷叶,并且旁边就是荷花,共有四朵荷花,在荷花的旁边,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是连棚,小伙伴们,如果你们了解蛙太郎的话, 你们就会知道,蛙太郎的简介中写过这样一句话,蛙太郎在每年夏天,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夏天的夜晚,躺在池塘边的芦苇里,听取蛙声一片,我们发现柳仙儿在的这个地方,其实就是蛙太郎所在的芦苇旁, 我在网上查阅了资料,在芦苇旁就有荷花吃,所以说小伙伴们,柳仙儿其实她是一只青蛙,你们知道了吗